喂喂喂,王的女人,谁敢动 乐者,拈花惹笑,拨奖,一刀苏苏,一种侃侃,后期,千雪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哦 第197集 给过他了吗?给过他什么呀? 凤九儿眨了眨眼,愣了半秒之后,忽然小脸一红,终于明白了 没有 你,你追着九皇叔去南蛮,就是为了,为了救救皇叔吗? 凤九儿已经很不耐烦了,要不是怕他太激动 这些问题实在是一个都不想回答,连那么隐私的问题都问出来 他好意思问,他还不好意思回应呢 是 他敏唇道 那他 闭嘴 药粉终于回来了,凤九儿双手接过,立即给他上纸血药 别说话,我也很烦躁,不要说话 他真的很烦躁 虽说,医者父母心,他是不可能见死不救 但伤成这样的人,能不能闭嘴 留着一口气,暖暖肚子也好啊 继续说话,体力不断地流失,气息会越来越弱 他怎么就没有病人该有的样子呢 湛玉衡终于闭上嘴,没有再多说什么 眼底映着他忙碌的身影 视线,渐渐都锁在了他完美无双的侧脸上 伤口的皮肉,一直犹如被火焚烧一般,很痛 可他这一刻,唇角却续上了庆幸的笑意 原来,只是怕自己配不上他 所以,伪装了这么久,将他彻底从自己身边推开 原来,他一直在九皇叔身边,只是为了治愈九皇叔 现在,九皇叔已经治好了 他也就可以离开九皇叔了,是不是? 原来,他还是他的九儿 依旧,是他最该联系的女子 怎么回事?啊? 黄儿这是怎么回事?说话! 你们都哑巴了!本宫的皇儿,到底是怎么了? 皇后,闻讯而来的时候,里头抢救的工作依旧在继续 木木守在帐外,就是防止这一类的人闯进去 看到木木竟然将自己挡在了外头 赶来的容皇后,立即就要抓狂了 让开!本宫的皇儿就在里头! 你竟敢将本宫拦在这里? 他掌下蓄力,一掌朝木木胸口推去 本宫让您伤开! 木木不闪不躲,依旧站在原地 随意一掌送出 轰的一声,他这一掌只带着三分的功力 因为不知道皇后的内力如何,他并不想伤人 可皇后这一掌,却是用上了十成的真气 轰的一声巨响,谁也没想到 看起来分明不会武功的容皇后,竟然也是个高手 木木高大的身躯,微微晃了晃 唇角,一丝血丝滑落 容皇后,连看都不看她一眼,立即又要闯进去 但这一次,已经有了防备的木木,再一次将她拦了下来 容皇后没想到,这家伙受了伤,竟然还要逞强 怒急,一掌又推了出去 这一次,比刚才还要用尽功力 他儿子就在里头,据说被杀手一箭穿心 他现在急得都快要疯掉了 任何人阻止他进他皇儿的,杀无赦 可怎么都没想到,这一次 自己竟然被对方的掌力震退了回来 害他蹬蹬蹬退了好几步 差点没站稳摔倒下去 再看木木,他唇边的血丝 也是刚才来不及擦去的 这一次,竟然毫发无损 原来刚才,这男子只用了三成的功力 如今,也只不过是用上了五成的功力 便已经将他轻易击退 再定睛一看,皇后顿时就怒了 你是凤九儿的人? 那么,里头正在照顾他皇儿的 竟真的是凤九儿那贱人 刚才过来的时候已经听说了 现在,才彻底相信了 来人!给本宫将这不知好歹的东西压下去看了! 皇后怒道 凤九儿竟然在这个时候守在他皇儿的身边 是为了讨他皇儿的欢心,还是另有所图 可他皇儿,如今伤成这样 他还想做什么? 万一他皇儿有什么意外 他一定要将凤九儿碎尸万段 娘娘,娘娘 九儿姑娘正在救治殿下 请娘娘稍等片刻 属下,这就去问问九儿姑娘 看看娘娘是不是可以进去 清云从里头匆匆赶出来 及时阻止了一场干戈 自从凤九儿将太子殿下伤口的血 基本上止住之后 他对凤九儿的医术再也没有任何怀疑 伤得如此重 竟然这么快就将血止住 光凭这一点 宫中就不见得有几位御医能比得上 目前最重要的是 殿下可以活过来 其他事情暂时都可以缓一缓 只要凤九儿可以救活殿下 让她给凤九儿磕头 她把她当作主人都行 可清云这话 却让荣皇后彻底失了理智 你疯了 本宫要见皇儿 还得要她凤九儿统一不成 属下不是这个意思 娘娘,请恕罪啊 可现在 凤九儿不知道 正在给太子殿下折腾什么 看着像是 要将她的伤口缝起来 听起来 是有点恐怖 但太子殿下到现在 还是清醒着 至少说明 凤九儿的办法 是可行的 娘娘 只需稍等片刻 如今九儿姑娘还在救治殿下 还望娘娘可以为殿下着想 别打扰里面的救治啊 她知道 自己的话对皇后来说是大不敬 但现在是真的不能让任何人打断里头的工作 否则 要是太子殿下有什么意外 怎么办 你 皇后握紧掌心 还想说什么 那头又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救王爷来了 不知道是谁嘀呼了句 皇后心头一震 回头看着渐渐靠近的一人一马 她今日没有坐马车 想必也是收到了消息之后 匆匆赶来 马背上那道身影 一记红尘 明明行走在沉渊中 身上却永远不沾染半点尘埃 如此角色 如此倾城 若不是自己儿子如今生死未卜 他一定就会这样盯着他看 直到再也看不到为止 战倾城的骏马 走在队伍最前头 急速飞略的马儿 仿佛照着这一方闯过来那般 可却在帐连之外 不到五步远的地方 斯蒂一声停了下来 急如风 快如闪电 马背上那道高大的身影 已经一跃而下 转眼来到众人面前 救王爷 大家齐声行礼 木木也冲他轻了轻身 皇后想要赢过去 却又想起之前 战玉衡跟他说的话 倒贴的 阿九定是不稀罕 他捏紧掌心 终于是忍住了 只是 在他走到跟前的时候 极力摆出最平静的一面 淡淡换了声